老師好 千秋超馬家人大家好 在場人家人好 我是秀妮 我接觸超級生命密碼是在一個驗血中心 因為我跟朋友去驗血 那結果在路上我有看到人家摩托車上面擺了三本 牽連職業 但是我不敢過去 後來是走到驗血中心 我就看到他們書架上面有牽連 那看到我就問那個小姐說 哇!你這邊也有牽連喔? 他說有啊!要拿去啊! 我說不用還嗎? 他說不用 後來我就一路上就一直看到回到家 一直在看 看到大概將一晚上不知道幾點就看完了 後來他就說以書共勉 那我不敢放在枕頭這邊 我覺得有點覺得可能不禮貌 我就放這邊 我就放這樣睡覺 好奇怪喔! 那天晚上就有變化了 因為我是一個 你們看我這樣子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沒膽的人 所以我在 因為我每次碰到就是 只要有人不幸往生 或者是 反正不是正常的百年往生那一種 我就會害怕 所以我抱著我不太敢看 那西蒙也不太敢 只要在抱的時候我就趕快走開 或者請我先生說 關小一點 要不然我晚上的話我就淒慘了 我晚上一直跑那個畫面出來 我就沒有辦法睡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以前我都不敢告訴人家 因為我也不敢跟我先生講 可是我不知道就這本書到我家之後 就不再有這種現象了 我就覺得睡得很安穩 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能量好強喔! 那後來 因為我最主要 我本在還沒進超馬之前 我有一個心靈的老師 那他也幫我很多的忙 所以當他在 每每在幫人家處理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我說 這個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產生這個果 前面的因是怎麼樣 所以我大概都會聽得懂說 因果的問題 那後來我們真的處理了很多案件 他每處理一件 他回來絕對會跟我一直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我對這種人世間的這種 種種的問題我很了解 那老師總是告訴我們說 我每次都告訴他說 啊老師 某某人 他家好苦啊 怎麼樣 什麼事情這樣子告訴他 他說 你不要告訴我 我沒有那麼大的忍耐 幫每個人處理 我只照顧你們這幾個就好了 心裡在想說 人生真的很苦 那其他眾生的苦誰來幫 我們是多麼幸運有人來幫我們 可是 後來我就看到千年之後 我覺得 哇這本書太好了 可以救眾生 每個家庭都可以 要你願意相信他 所以我就開始翻後面了 想說這怎麼聯絡 我就開始找電話 打到那個信業街的 我就說 你們這邊有賣那個抄馬嗎 他說 有啊 我說一本多少 他說三百五 他說算你三百三 所以我滿三百三 對 那他就問我說 明天老師要來耶 我說 蛤 對不起喔 我不知道耶 他說 因為我說我今天第一次打電話到抄馬 所以我不曉得 那因為那時候我 就是年初的時候媽媽往生 所以剛好那個 4月1號我有時候 我就必須要回新竹 那他後來那個信業告訴我說 4月8號新竹有一場 那因為我本身也是新竹人 我就趕快跑回新竹 我雖然不是追新竹 好奇怪 我變追新竹了 那個導師在高雄有一場 4月16號的 我也追到高雄去了 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你會感覺到說 你找到你要的 想要的東西了 真的要一看究竟 給他徹底的了解 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我 我每年多 我們導師已經很習慣 幫我們家裡點那個 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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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阿伯 媳妇是永远的 女儿是嫁出去的 我说阿公都同样 我都叫他阿公 因为跟我儿子一样叫的 我都用这样的方式 我回去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如果你有时间都回来陪陪我 陪我聊天 我说好 他就说我快不行了 后来我就问他 阿公你为什么讲那句话 里面是什么意思 他说有一天我觉得我突然血压下降了 你小叔就带我去看医生 那我就大概知道说他身体的一些状况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记忆力也比较不好 因为我会拿一些书给他看 所以后来我连钞码也给他看 跟那个地址规 因为我公公他就是电脑不会开 要不然他说 那个字我也看得懂 我说阿公都没关系 后来我就跟那个 我们里面的同学拿那种大本的地址规论 我都看他都一直有在看这样子 那这一次我们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 我发现我有感应到 阿公好像就是时间已经到了 其实在四年前他有帮我公公延寿 延寿了大概三年 到今年已经都超过了 所以他这一次跟我讲说 今年不能点了 那他也是跟神明寝室说 是不是真的他感应子的样子 因为我们老师做事也很很仔细 那他一向都是用感应的方式 所以我心里听了也有点不舒服 因为之前阿公有跟我讲说 他血压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连结在一起这样子 那心里想说不行那怎么办 后来他又再去确定说 真的不行不可以点 因为道教蛮严格的 就是家里如果说有丧事的话 也不能点 全家都不可以点 那更何况说我公公这种事情 他甚至连我们都不给我们点这样子 那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不可以再要求 也不可以再求 时间就是这个样子 就遵照神明所讲的 我心里在想说 我真的是 因为我看我公公很健康啊 每天都跑到天理 90岁了都到天理种菜 只要我回去 他都一直准备 我台北要吃的菜这样子 所以我也很感恩我公公 那后来我心里想说 那因为刚好我来上读书会 我就赶快问那个慧亚 说慧亚 我公公这样的事情 我就跟慧亚讲 那慧亚说 没有关系你了 她说秀美我告诉你 我才帮我婆婆处理过关了 我就 照她的方法赶快回家 赶快处理 结果 好奇怪哦 两个礼拜而已哦 我们老师就突然有一天告诉我 她说 我告诉你哦 我感觉哦 阿公应该可以多佛几年 阿公有功德 但是我不敢讲 因为我高兴在心里啊 但是后来是 她说 她也是一样 她说 我去拨牌去清洗 是不是真的 结果她前几天她赖给我 她说 阿公的灯我点上去了 那表示过关了 所以 就这样子真的是太感恩了 宇宙天地的力量 真的是不容小觑 因为毕竟神明还是在她的直下 当然我没有去藐视这个神明 我还是很尊重 真的是 有时候自己要去感受 你就会感受到说 哇 真的是 因为我公公不是只有一个神明这样子讲 是两个哦 一个是灵口那边 所有东西都准备 前置作为都先准备好了 只是我用那个红纸把它封起来 我都 只有跟小觑讲 其他人都不敢讲 所以这个是很感恩说 公公这一件事情可以过关 我真的很感谢 宇宙天地 抄马给我这些力量 那还有 我还可以讲一下儿子吗 因为我觉得说 时作时练 时修时正 真的有那个效果 因为我刚接触的时候 我是为了考试 所以就很忙 把这边稍微耽搁了一下 但是我考完试之后 我本来要去从事我考试的这个症照的工作 可是后来我不晓得怎么一头栽进了抄马 我就拼命的去发书 我每天都到市场去发书 那还有去告诉朋友这样子 我发觉说我儿子也在变 因为一开始 为什么我会懂这么多的一些因果的问题 这种人生的种种的事情 其实还是真的孩子成就了我 因为我觉得孩子长大 意见特别多 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夫妻之间 从我的延伸家庭到我们夫妻的相处 我们都觉得很好相处 而且从来不曾吵架 也很少就是大小生 为什么孩子长大 会跟我们做父母的大小生 我觉得说这是什么原因 你怎么这样子 那我们的家庭也都很和谐 为什么孩子会是这样 那你就会去寻寻觅觅了 而且不会是返球租籍 你就是会往外去求 所以变成就是说很多的大长 你都看得懂他们是在做什么 为什么没有效果 可是我不知道 我儿子最近的准变 让我觉得真的很高兴 因为做大人 第一个他讲话 就不再那么 每次我跟他讲说 儿子你要做什么事 好啦 我说 哎呦 那个老可不可以不要出来 就好就好了 那这样会更完美 现在那个老去掉了 跟我讲话 那个字已经去掉了 那昨天更高兴的是 买了麦当劳回来 妈妈你要不要吃 进步很多 所以那个竞争的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你就会感觉到说 超马真的太殊胜了 所以我觉得说 只要你们实修实练实证 真的 老师说 用科学的方式去试试看 几个月就好 用心的去试 真的会让你们觉得 人生真的会不一样 感恩 我分享到这边 谢谢 感谢大家 希望你能听不上 会要把没人 我看不上 什么 我看不上 你 你 最好 没人